發現員警緊追不放 機車乾脆不要了 跑給警察追 員警也不是使用的燈 跟著下車用跑的 失聯一攻 一看到專情隊員出現 立刻四散逃逸 他拎著鞋光著腳丫 衝得比誰都快 後面不久便因警察在追 巷子內還瞬間湧入近10輛警用機車 警隊這次兵分二路 一共查到26名 非法的外來人口 其中有22名是失聯一攻 消防隊員對著迅宏池大聲呼喊 希望十里的淘宝移工能控制 根據就業服務法第56條 當外籍一攻連續礦職三天 且不知去向就算失聯 而根據內政部移民署 統計的資料顯示 截至2023年2月底 在台失聯一攻人數已超過8萬人 不禁讓人好奇 他們為什麼就算冒著被查契的風險 也要選擇逃跑 第一個是外籍移工不能夠自由轉換雇主 因為他們當遇到勞制爭議 或是遇到跟雇主相處上有問題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換工作 那他如果又沒有辦法進入到一個勞制爭議的狀況去處理 他可能就只能選擇逃跑 第二個是他有高額的仲介費 因為目前來台灣的外籍勞工 平均的仲介費是15到20萬 依照國籍跟仲介工是不一樣 所以當他連接到我剛剛提到的不能自由轉換雇主 如果他來台灣這一年他的債還沒還完 他又沒有辦法繼續在這個工作的時候 他就會更有動力要選擇逃跑 然後第三個就是家庭看務工是沒有勞動條件保障的 所以一般在目前台灣家庭看務工 依照勞動部的調查 平均的工時是10到15個小時 然後目前是大概有25萬左右的家庭看務工 半數以上一個7月3年是沒有任何一天休假的 那這個狀況在目前的法裡面是合法的 所以我作為一個來台灣工作的東亞的外籍看務工 我在一個工作職場裡面三年不能任何一天休假 每天工作是10到15個小時 然後我可能出去的行動都被限制 然後在這個是合法狀況底下 我也不能因為這理由去要求轉換雇主 所以我也會選擇可能要逃跑 因為一般就是中階 就是我們打電話中階 中階說就是老闆就是這樣啊 你們工作就是這樣啊 他們都不理我們 然後我們打電話 他們就是沒有動這樣子 他們有時候跟我們說 那個工作有時候都沒有停 像早上他們準備吃飯 然後後來他都沒有休息 然後他要跟老闆說 我們要放假 他們都不給我們的房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個薪水 他有時候給我們薪水很少 然後請假有時候過掉這樣 然後我們帶電話給中階說要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中階都沒有回答這樣 相較逃跑外勞等標籤化語言 以失聯移工形容脫離雇主的移工更加友善 不過對於長期在工地現場 與失聯移工接觸的林立青而言 還有更加精確的詞彙可以形容他們 簡單來說如果你認為車子這種東西 白牌車就是因為它沒有合法登記 所以在載了的時候我們會叫白牌車 那移工也是類似的狀態 我覺得白牌移工會比所謂的失聯移工 或者是逃逸移工還要精準 那比較另外一個勞團在參與的叫無鎮移工 或逾期逾工這種的也可以 當然我通常會叫白牌移工 在我們工地的習慣是叫白牌移工 為協助失聯移工儘速平安返國 移民署於2023年2月1日到6月30日 推動擴大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自行檔案專案 在專案期間自行檔案的失聯移工 可以採取免收容 繳最低逾期罰還2000元 並且不管制禁止入國期間等措施 對於成為失聯移工的人看到這個方案來講的話 除非真的是他目前的身體狀況 或者是經濟上都已經OK了 那他也在這個期間想要回去 那就可以順勢的回去 不然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們還是有自己想要完成的責任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就算他裡面有一個吸引的點是說可以再入境 可是其實可以再入境不是包含用移工的簽證 所以他不能再用移工的簽證再來 跟之前的問題一樣就是對於失聯移工的吸引程度 我覺得不大 移工從成為失聯移工的那一刻起 他們的權力往往加倍地被護士 在往後的工作中 勞動關係完全不被承認 失去勞保健保等保障 而且沒有任何補助可以幫助他們 現在我們過來這邊工作 如果跑去外面工作 那很危險 對呀 什麼都 如果有受病的話還是什麼都很難 勞動部會覺得說他要考量到台灣人的立場 考量到合法移工的立場 考量到僱主的立場 所以我們不能對失聯移工有太多的保障 可是就勞動這件事情 工作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很中立的 對 就是他明明就有這個行為 那是不是能夠有那種比較彈性的規範 就是說針對這樣的工作者 他在勞動期間發生的事情 依然還是有拿一些補助 或者是保障可以去申請這樣子 這是我現在暫時想到的一個做法啦 有許多製度上的問題必須被改善 才能讓移工願意長期留在工作崗位上 而不是在工作中遇到困難時 就直接選擇逃離雇主 我如何提供一個合理的勞動條件 就例如說好 在我依照所有的規定申請進來 我可不可以是一個自由的工人 是我在這個工作位置 不管我的雇主違法也好 或是我照顧的阿公阿嬤 他就是不喜歡我 那我可不可以依照合法的程序 我就申請總換雇主 我可以去找一個適合我的工作 然後第二個就是仲介費的問題 如果可以廢除私人仲介 我覺得對於外籍勞工來台灣 他的成本大大的降低 他為了賺錢 或為了得到一個更好的勞動條件的 逃跑的動能就會降低很多 所以廢除私人仲介是一個 然後第三個就是看護工藥相關的勞動條件保障 有一個合理的工時 基本工資跟休假 或甚至說加班費 實在的保障 或是懷孕工人的保障 這些作為一個工人 他應該有的保障 如果可以給他們 我相信看護工的淘寶機率不會那麼高 失聯移工也是人 他們的權力同樣必須受到重視 近期紀錄片九槍也透過影像 使社會大眾更加關注失聯移工的議題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會把這些人認為是一個恥辱 好像是說 越南認為他們是恥辱 印尼認為他們是恥辱 然後又覺得他們就是不應該被協助 只要他們認為那個身份 就是所謂的一個 不應該擁有人權的人 但是這種想法 完全非常的吊滾 所以我的想法是 不管是透過九槍也好 或透過哪個方式也好 再更多的去討論 到底今天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有辦法去正視到 他作為一個人 就是這個人 他的需求 他的權利 那其實這些事情 要怎麼樣讓 他的就是國籍 他的母國 他的就是可能就是 勞力提供的國家 都能夠一起來 就是去做這方面 去進行更多的就是動作 至少是讓他在這邊 能夠做一個完整的人 我希望 如果有一個人看過 如果有一個人看過 我希望 這個人看過 也是很大的 我今天不想想去 我它在身邊 我完全完全想想 我做得好 我以前作出所 我做得好 我做得好 我太多 我會有很多 也有很多 我健康 我還會判斃 我又會受不了 那也是很重要 我對我 在這quir的 再加速 我好多 未来除了徐家强对于试点 联工人权的保障 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善既有的制度问题 并改变对待移工的方式与态度 让移工们来到台湾后 可以安心地工作 不再需要铤而走险